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企业教练千金方 我是主持人爱丽丝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慧玲姐 她今天帮我们带来一部很特别的电影 也是我很喜欢的电影叫《王者之声》 是 爱丽丝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谈这个去年很重要的一部电影 叫做《王者之声宣战时刻》 《王者之声》为什么重要呢 事实上很多企业二代三代 或者在企业就职的人都一定要 我真的强烈建议他们要去看这部电影 因为这个国王这个King本来他是有口级的 对 然后可是因为他是leader leader常常你知道你要激励人心啊 对 然后他怎么去克服他的口级 使得他在大战的时候 就是发表了一篇 很能够激励人心的演讲 对 对 对 王者之声的那个原来的这个直译 是The King's Speech 是国王的演讲 其实我觉得国王的演讲还比较能够贴切 就是他强调就是这个国王的演讲为什么重要 那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值得所有的领导者去思考的 那这个电影当然他会让很多人很重视的地方是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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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場精彩的演講 他當然是把這個過程演得非常非常的好 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名人啊 小時候或者是在他成長的階段 他是有很嚴重的口疾問題的 大概除了這個喬治六四之外 我們大概也很 也比較大家比較知道的 像是邱吉爾 還有聽說這個林肯小時候也是很害羞 不敢演講的 所以基本上他跟很多二代三代一樣 很怕傷害 很怕這個跟一個公眾的演講 其實我們台大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叫傅佩蓉 他小時候也是口疾耶 還有以前我的老同事有一個 這個名這個廣播的主持人唐湘龍啊 他也有口疾啊 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真的我覺得從這些案例裡頭 我們真的不用去在意 不過我想要提醒很多父母一件事 像那個喬治六四 他為什麼會口疾 其實跟很多人很多小孩口疾的原因是一樣耶 就是因為他是左撇子 然後父母把他糾正 用右手 因此造成口疾 所以要提醒很多的父母喔 其實很多父母不知道喔 很多小孩是因為他左撇 左撇子被糾正 然後變成口疾的喔 這一點要提醒喔 就是說如果你的孩子是左撇子 就左撇子吧 沒有關係啦 左撇子很好啊 左右腦平衡 像我想要練習做左撇子的話也不行耶 你看我寫字寫得這麼辛苦 可是因為我們因為都用右手嘛 就很多父母就怕孩子用左手 可能學習上會跟不上 就你的善意可能反而造成孩子的困擾 對 對 就是如果你是左撇子 你就讓他順其自然吧 對 對 讓他自然的表現 要不然你強迫他變成這個用右手來書寫 反而有可能變成左撇子 所以這是有 變成口疾 口疾 這個是有關係的 沒有錯 是 是 那喬治六世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才會變成口疾 那喬治六世是現在的那個英國女王 伊利莎白二世的爸爸 所以他是一個距離現在不算很遠的人物 那喬治六世他還有一個哥哥 叫做這個愛德華八世 那愛德華八世其實跟這個弟弟就完全不一樣 他從小就口若悬河很會講話 然後長得風流倜傥 所以其實是很得爸爸媽媽的疼愛 對 那相對的這個喬治六世他因為口疾 然後又很害羞又很木納 那為愛德華不會剛好就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的那一位吧 就是他 難怪這個地位會變成是弟弟 就是反而不是說 最好像看起來這個最能夠演說 最有那個王者的這樣的一個表達的自信的弟弟來擔任 對 所以他其實本來是被打壓著上架 他本來可以很輕鬆的當個王室的成員就好了 對對對 因為其實本來爸爸媽媽比較寵愛愛德華八世嘛 所以事實上是他繼承王位的 可是他繼承王位之後就像剛剛愛麗絲講的啊 然後因為他真的是就不愛江山愛美人哦 所以後來想要娶那個有婦之夫華麗絲辛普森夫人哦 那這個引起了整個那個英國的這個教會的一個反對啊 所以最後他就只好被迫下台他才就任325天就下台了哦 所以下台之後就把這個王位傳給了喬治六世 那我們比較認識的會是愛德華的故事 反而對他弟弟的這一段不是很多人知道 嗯嗯對 要不是這部電影可能我們不會有機會認識喬治六世 是所以我我真的覺得電影是一個很棒的地方哦 你看透過一部電影我們會重新對一個歷史事件或者對一個人物其實重新解讀 那其實也因為透過這個電影我後來就去找了一下一些關於喬治六世的一些資料 然後就發現說哦原來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國王 他跟他的太太皇后兩個人其實在歷史上是被標榜是很愛民的這個王室 尤其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在戰火當中因為白金漢宮也遭到攻擊 可是國王跟王后他們不願意離開就不願意逃命 他們願意要跟他們的人民在一起 因為那是一個精神的寶貝 他覺得他不能棄的人要去 那我想也因為這樣所以英國其實最後他們才可以打勝仗 所以其實一個國王他真的領導者關鍵時刻的一個展現是很重要的 不過慧琳姐我覺得這很不容易耶 因為我自己我自己小時候有點自閉症 那我旁邊我也認識很多的人 然後就是說當他是有害羞或者是說不太能夠跟人群正常的接觸 那個是一件很為難很痛苦的事他可能要你很難想像 但好像有一台火車從你面前過去 那你卻要穿越過去的那樣的一個精神上的壓迫感 是沒錯所以呢喬治六世他雖然整個從小出生他就叫做王子 我們大家都以為王子應該是非常的幸福美滿的 可是其實不是他童年是過得非常的痛苦 他的爸爸對他是非常的嚴格的 而且是很強勢的在糾正他的口级 然後甚至對於他的那種內向把他解釋成為懦弱 所以你就是一個負面的標籤 對 因為你 所以反而讓他的這個本來不是毛病的毛病 更嚴重 對 他可能只是一個表達的部分 然後把他變成是一個他的一個弱點 對 對 所以他對自己也會沒有自信 是啊 那結果就是這樣子惡性循環嘛 血上加霜 然後就更沒有辦法成為一個看起來是比較強而有力的國君 所以其實 可是要當企業的領導者或者要當一國之君 其實這個表達溝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 就變成了他上位以後最大的障礙啊 因為當他繼任 話都講不清楚 對 變成一個國王的時候 要公開演講 要開會等等的機會太多了 他一定每天都過得很痛苦 沒錯 後來好像是在他的王后的協助之下 他找到了他這個治療師 然後跟他的治療師也很有特… 就是一種很特別的一個友誼的發生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其實喬治六是很幸運 他真的是 遇到一位好太太 好太太 這個閒淚注 這個太太真的是對他非常的了解 然後甚至可以讓他 因為他為了要矯正口急 已經試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然後最後他幾乎是一種自暴自棄 就是不願意再嘗試了 然後他太太可以讓他這樣子 好像耍賴一樣的很縱容他 然後最後太太自己去尋找 好 那在歷史上其實記錄這一段就是 他太太其實自己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自己去找 然後最後他找到了這一位 萊諾這個治療師 好 那萊諾這個治療師也很奇特 雖然他叫做治療師 可是如果我們透過電影會發現 其實啊他真正的真正最喜歡做的事是一個舞台劇的演員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舞台劇的演員 好 那我們從這個電影就知道了一件事 其實啊演講跟演員的那個主講者跟演員 其實幾乎是一種畫上等號的 對 因此演講其實跟站在舞台上 在嘗試做一個表演是一樣的 對 所以惠琳姐你知道最近有很流行喔 好多人的潛能開發是學習去舞台劇當個演員 因為我旁邊有一個朋友玉花 他就是最近他去參與一個舞台劇 然後蛤 你副總編輯怎麼會跑去演舞台劇呢 因為那對他來講是個潛能的開發 就可能跟你剛剛講的 因為很多人這個部分 其實他從來不知道自己的潛力有多大 沒錯 沒錯 其實像我們有聽過像那個電視界的名人張小燕小姐 她在那個舞台上魅力十足 可是她下了舞台回到家之後就好像自閉一樣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舞台跟我們真實的人生 它是可以有一點點去轉換的 這個很有意思 對 經過訓練之後 舞台事實上是可以掌握的 講台也一樣 我們待會回來看看說這個戲劇裡面的舞台 如何變成人生真實的一個講台 是